心外无境界 心外无执照 诸佛如来的光明普照 诸佛如来所振的圆满境界 都在夜心趁念之中 所以念佛最要紧的是要夜心趁念 念佛不可以打妄想 念佛打妄想就是夹杂了 那个功夫功劣就得不到 念佛一定不能有妄想 但是我们哪一个念佛的人不打妄想呢 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打妄想就是严重的夹杂 功夫不得力了 要想不打妄想 必须放下万云 或者晨云平平放不下 我有一天一个同修他很感慨的说 他说我什么都可以放下了 我那孙子放不下 那就没法子了 有一种事情放不下 就是大障碍啊 这个不能不留意啊 一切放下呢 你的杂念这样就少了 夜心趁念如来境界之招 统统在其中 不出一心习戒去除 祝佛如来 无量无边的法门 统统去除